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来介绍这首歌的话 它的名字叫呼吸 那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说了 一对就是快要 一对已经分开的恋人 然后呢他们还是互相的 非常的想念对方 还是希望能够在一起 还爱着对方 但是就是一种很忏悔的心情 然后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唱了这首歌 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 这首歌的高潮的部分我觉得 特别的感动 对 好听 那两位可以一起在现场 我们亲唱一起去 好 对 出摸你 看着我泪流的温柔 这样继续会 一夜不能安慰 我不停流泪 曾经约定好 如果分手离别再不能相见 受伤的时候 我一次让我听听你呼吸 这次Breads专辑活动在韩国 是否也会有更多的登台机会展示给大家 那么我们会在就是元宵奥节的时候 给大家唱这首歌 然后呢接下来呢 会在韩国会有几次的活动 也有一些签名签受惠啊什么之类的 对于这次的新歌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期望 我觉得自己个人来看这首歌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旋律 因为它非常的优美 然后听起来也非常的伤感 而且我觉得跟陈一起合作 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觉得它的声线 非常的优美 然后非常的有劲 特别是高音 我觉得很帅气 谢谢 所以我觉得这次合作很成功 很满意 那在这次合作之前 对XO有过关注吗 当然有过关注 对他们的印象 我觉得 他们 非常的帅气 然后每一个成员 都有每一个成员的个性和特点 但我觉得陈 是属于就是比较可爱 可爱一些的小男生的感觉给我 对 谢谢 那张宁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 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 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一直在准备新的专辑 然后这三年也在一直的 不停的录制歌曲 所以希望 在过不了多久 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 桂宁在这边 有什么缓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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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有时候我都会有关心的 我会有关心词 我会有关心词 我会有关心的 以前是很难以为 我会有关心的女孩 教你每个人都会认识 管你不在意识 你要聆听你的歌吗? 我会常听到 我会听到 那些读书都看了 读书都看了 最多的读书都看了 一读书都看了 看看那些读书都看了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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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잘 알려줘요 저는 어렸을 때부터 책이라든지 영화라든지 이런 걸 통해서 중국이라는 나라를 간접적으로 접했었는데 그것 때문에 그런지 되게 낯설진 않아요 저한테 그리고 중국 팬분들 뿐만 아니라 세계에 계신 팬분들 한국 팬분들 모두가 저희를 사랑해주시는 것에 대해서는 너무 감사드리고 중국 항상 공항에 올 때마다 느끼는 건데 어느 세계 팬분들이나 마찬가지지만 중국 왔을 때도 역시 저뿐만 아니라 저희 엑소 모두 다 환영해주시고 뜨겁게 반응해주시는 것에 대해서 너무 감사드립니다 네 박 Financial 那时候你做什么这些年来就看了哪些方便的练习吗 这些方便 这些年主要是 我比较喜欢 平时比较喜欢爱保养身体 对 就是喜欢养生啊 然后健身 然后有的时候会跳一跳 跳一跳芭蕾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以唱 练唱歌为主 每天会练一两个小时 然后也会经常不一思议 对 不幸福之类的 我最近在运动中 如果男人看起来 健身体最好 哈哈 如果满手离别 再不能相见 穿大之后 我会很喜欢 我这个人 也会很喜欢 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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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学习的语言 我可以教你一下吗 这几年来就想感谢的人是谁 对于帮助自己的人和你者 支持你的歌 没有什么想说 其实这三年里面 有些时候我有想过 就是还要放弃啊 这类的想法 但是呢 我身边有一两位朋友 就是特别的 对我说 你不要放弃 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 就是以后一定要坚持你的梦想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直不停的努力 有一天就会成功 所以我一直 他每次我灰心的时候 他都会在我身边这样鼓务 鼓励我 所以我觉得我能挺到今天 我特别的感谢我 那几个朋友 然后也特别感谢就是这么多年 一直默默支持我的这些歌迷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令我感动 所以我希望快一点 出更好的歌曲带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这次的呼吸这首歌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地听一下 感觉也希望能够多地听一下 期待下期待